酸菜白肉鍋這個肉一定要 五花肉一定要有 而且你看一下喔 我隨便一撈 老闆酸菜給的量 你看有多少 好吃嗎 芝麻醬吧 我跟你講 木槿有吃過最好吃的這一家了 恨似廢棄的營區眷村裡 竟然藏有在地人 在木槿口的美食 你們快去瞧瞧 它是一個軍營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就有點小迷路 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都是隱藏在一些你一想不到的 一走進來這一家店 它的人氣就嚇死人了 基本上沒有一桌是狂桌 幾乎都是滿桌 而且大家都說好吃 而且一進來那個酸菜白肉鍋 那個酸菜的香氣就撲鼻而來 這家真的是很厲害 這家老闆他早期 就是跟一個士官長學的眷村菜 而且最早期的時候 他是做水餃 他水餃非常好吃 而且聽說老闆除了水餃 直接做得非常好之外 他還製作刀削麵 他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有參加過那個國際牛肉麵姐的飯具 紅燒煮的飯具 真的啊 而且老闆這個牛肉麵很厲害 它的這個麵條 對 是刀燒的 然後每一片都很薄 很甜 牛肉麵它的湯很重要 先喝一下它的湯頭 畢竟它湯頭是紅燒煮第一名 如何 真的的是窗味 但是又不會這麼辣 它的湯頭感覺上是燉煮了很久 那個牛肉的香氣 牛骨的香氣都進到這個湯裡面去 接下來我吃到刀削的部分 一口牛肉 一口麵 這個牛肉太正點了 你的舌頭輕輕頂它一下 就整個散掉了 它這牛肉順軟真的很棒 難怪可以得到冠軍 而且我覺得它刀削的部分 它的大小粗細是剛剛好 因為有的刀削會太粗 你看有點像麵疙瘩了 它這個是剛剛好 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個刀削麵很棒的地方 它感覺上好像有毛巾 它可以把所有的那個湯汁 吸到裡面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刀削麵夠薄 它的中間有彈牙的感覺 但旁邊是那種麵的那種麵香 QQ的很滑順 第一名的牛肉麵 來這裡一定要叫一碗 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來 我跟你講 這個酸菜白肉鍋 算是一年四季 大家都會想要來吃 首先你看 它這整個鍋子 就是很復古 而且裡面呢 它就是真的是用 木炭 用炭燒的 因為酸菜其實 他們自己去醃製去釀造它 它主要是來自它的白菜 對 白菜只要夠好 它這個酸菜就會很好吃 我跟你講 所以老闆特別挑選了韓國來的這個酸 大白菜 而且聽說老闆連那個汁都是清過的 對 對那個汁 我覺得這個要先來一點這個湯 喔 有酸吧 我覺得這個酸是妳愛的 真的嗎 因為妳有的酸是不能接受 檸檬酸妳不能接受 我不喜歡醋 它這個是酸甜酸甜的 它這個白菜真的是非常厲害 而且它夠酸 我超喜歡 妳吃一下它這個白菜 好甜喔 我很少吃到酸菜白肉鍋的白菜 是那麼甜的耶 它的白菜就算煮了很久 就是咬下去還是脆的 好脆 脆不脆 而且很甜對不對 因為其實 真正道地的酸菜白肉鍋 它的大酸白菜就是那種 它的蛋白葉梗的地方 真的非常的有脆口度 然後它的酸是非常自然的那一種 你酸完會回甘的 酸菜白肉鍋這個肉一定要 五花肉一定要有 而且妳看一下喔 我隨便一撈 老闆酸菜給的量 你看有多少 你看看 還有丸子 豆腐 滷皮 而且不單單是醬子喔 它的醬汁呢 胡麻醬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定要蘸一下這個 也是老闆自己特別嚼制而成 好吃嗎 芝麻醬吧 我跟你講 目前有吃過最好吃的這一家了 酸菜白肉鍋 它目前是第一名的 那我跟單子吃開 它的豬肉也很嫩耶 很嫩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 脂肪的地方也是入口就化開了 對 然後再加上它 加上那個酸菜的醬汁 就是完全吸附在那個肉上面 就不蘸醬也很好吃 這一鍋真的太厲害了 它丸子好好吃喔 太幸福了 真的很好吃耶 太多了 很不舒服了 大約 都好 有工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